哟,我来了,欢迎来到投机实验室 每个人都想过有一套盈利稳定的量化策略 去自动进行交易,自己躺着就能赚钱 想要实现这个,还是有一些门槛的 需要用到前面讲过的信号策略工具 不断地去调整改进优化,这个时间可能会很长 如果想要容易一点地开局 可以去OKX刚上线的信号广场看看 这里会有一些过往表现不错的策略信号直接使用 只需要赚到钱之后,分给他们一点点就可以了 步骤非常简单,我们打开OKX的策略广场 找到信号策略下方的信号广场 选择一个近30天回测收益率表现比较好的 或者订阅资金规模比较大的 再或者是跟随人数比较多的,就可以点击订阅 然后就会跳转到策略的主页面 这里有比较详细的策略运行数据 适合交易的品种和近期信号触发的详情 确定使用一套策略之后 我们就可以选择订阅的模式 模式分为免费、分润和月费这三种 免费制就是用信号供应商提供的策略 一分钱都不用花,直接用 如果是用分润制 使用这个信号最后产生盈利后 总盈利的10%或以上就会分给信号策略的供应商 没有赚到钱就不会收费 月费制就是每个月付出固定的 U去租用别人的策略 等什么时候不想用了就可以随时取消 我们这里选择分润制 然后点击订阅信号 就会跳转到策略设置的页面 第一个是交易队的选择 这个策略支持的交易队有显示 它只适合比特币和以太坊 那我们就不能选择其他币种 只能在这两种之间选择 这里我们两种都选上 需要注意的是 每个信号策略适合的币种 在描述栏都有标注 有些是所有币种都适合 而有些策略只适合一两个 我们只能在策略适合的币种之间选择 第二个是杠杆和保证金 由于初期还不太了解策略的实际运行情况 我们的杠杆和保证金一定不能太大 比如现在账户有1000U 我就可以选择一倍杠杆 保证金投入100U 等策略运行一段时间后 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再做调整 杠杆能增加收益 也会成倍数的增加风险 所以我们尽量选择低倍杠杆 保证金也一定要充足 否则交给机器人自动运行 就会比较容易爆仓 第三个是高级设置 高级设置里面的委托类型 就默认是TradingView信号就可以 进场设定指的是 设置以后每笔订单的自动下单数量 也就是分配给每笔交易的资金比例 选项很多都是字面意思很好理解 我们可以自行根据交易策略 去管理风险和控制仓位的大小 离场设定就是止盈止损 我们可以选择用涨跌幅度去判断 这是基于当前平均的持仓成本计算的 按这个成本算 价格再上涨多少就止盈 比如 你想要价格上涨2%就止盈 这里就填2% 然后跌了1%就止损 那止损这里就填1% 也可以选择用收益率设定 这也是基于当前平均的持仓成本计算的 意思是仓位涨了2%就自动止盈 仓位跌了1%就会进行止损 也就是涨跌幅度是价格的涨跌幅度 收益率是自己仓位的收益率 全部设置完成后 点击创建交易策略 策略就会开始运行 直接从Trading View接收指令 去自动执行交易 策略创建完成后 我们也要经常关注订单详情 一些必要的时候 我们还要手动干预策略 比如手动下单对冲 手动停止策略这些 非常灵活 不过使用者只能通过把控自己仓位的设置 去控制风险 没有办法去对信号策略的脚本 去做一些优化改进 毕竟策略根本不在自己手里 我们只有使用的权利 目前OKX的信号策略系列分为两种 一种是门槛较低的信号广场 你可以不用自己写策略 不用自己改进优化 直接把表现好的策略拿来用就可以 另一种是针对有动手能力 交易员的信号策略工具 交易员可以把自己的Pine策略脚本 通过TradingView直接接入到OKX去自动运行 我们可以完全自由地在TradingView平台上 灵活制定交易信号 策略脚本的运行和改进优化 就完全可控 哪种方式适合你可以自行选择 想了解信号策略工具的 可以在频道内找到这个视频 这是一个兼具实盘和模拟盘量化功能的量化策略神器 信号策略工具使用比较复杂 我在这个视频内从头到尾演示了一遍 如何在TradingView上找到脚本 设置脚本 如何接入OKX 如何运行信号策略的全过程 6分钟时间包交包汇 好了 娱乐节目没有任何投资建议 检查一下是否点击了订阅按钮 以免错过更更有利可图的交易内容 祝你早安午安晚安 拜拜